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有到女地猛料了 眨眼又到周末的時間了 代表什麼呢? 黃金周很快結束,時間過得真是快了 今天有什麼要跟大家說說呢? 可伯你很大罪,你知道嗎? 隨時真的可以收工,為什麼呢? 因為他接二連三再次聲稱 說自己是軍人 退五軍人 精彩了,如果是的話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死得二纏重呢? 有人說,沒有的 這夥伙,他引引研究了 還有什麼呢? 就說這個颱風山台而登陸高雄 嘩,厲害了 吹到大隻佬都走 是啊,有多厲害 轉頭給大家看看 另外也會說一下 又有什麼病毒啊? 因為深圳那邊現在警告啊 大家真的要聽聽了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先 說一下國慶 剛才說一下國慶 說一下國慶黃金州的東西 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呢? 例如 國慶黃金州遊客排長龍太無聊了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觀感如何呢? 竟然出現了有警察呢? 就在這裡跳舞啊 對啊,跳舞解悶啊 希望你們就開心一點 不要排到呆呆呆地啊 警察在你面前跳舞 有人會不會覺得不專業呢?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沒有專業的樣子呢? 在江西南昌每年過時過節 騰王國警區 客流量都非常之多的 說到國慶節期間 為了防止遊客排隊過程當中太無聊了 看到警區的保安 想跳舞解悶那樣 是啊,可能看到你們 排到愚蠢蠢的樣子 甚至乎 糟了,真是很悶啊 不可以的啊 當然啦,可能有人會覺得 幾好啊,大家開心啊 不用這麼死固固 但是有人會覺得 好像是紀律部隊的 應該差不多的 你穿著的制服,有什麼尊重呢? 莊嚴一點呢? 這些就是 不同人的看法啦 另外,亦都說說在 廣州白雲山 黃金州期間有遊客 被困高空飛索 玩這些高空飛索 最有趣就是半天吊 真是不前不後 現在 他真是不前不後了 那為什麼呢?是不是那些東西壞了? 原來和你體重有關 所以大家玩這些東西之前 真的要看清楚一點 真的要看清楚一點 要不然一會就半天吊 在廣州市就有人爆料 白雲山 這個風景明星區 飛索故障 三分鐘之內有兩組遊客 卡了一半空中 引起大家關注 裡面有六條飛索 其中兩條飛索當中 先有遊客 就浪在上面 動都動不了 飛索的大家都知道 從A點滑到B點 另外一件事就是 說到你如果太輕的話 分分鐘動不了 有人就說 糟了為什麼這些人都浪在上面呢? 其實本身這個大家都知道 靠你自身體重 你輕得太多了 又有風在上面 頂住了你不動 那就糟了 是吧 但是有些人太重了 就是淋地 見過有些人 嘩 快到火箭 那樣了 所以其實 玩這些遊戲 都是要留意一下 小心 要不然很容易發生意外 那就沒事了 後來都 另外 亦都說一下 這個男子 真是厲害 我都沒有那麼好腳骨力 就說國慶期間 很多人都想著 開車出去遊山換水 是不是 一定會遇到塞車的情況 想不到 竟然有個男子 穿著一件薄衣 霧著風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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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共享單車 嘩 真是你想想整件事 聽起來 是不是 一個人 下著雪 霧著風雪 穿著薄的衣服 踩著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 很痛 不是那些專業 那些硬輪車 來的 其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坐過 踩過 我說踩過了 當然是 你問我就 你說臨急臨忙 不想走 又沒有車踏 當然是 方便的 但是 踩下去就 普通通 躺下躺下 那些輪子硬的 硬態 實心態 沒有避震 隨時都被人踩到散散地 竟然呢 他能夠 由成都 踩去寸西藏 哇 哇 成都 那麼究竟踩多少公里呢 哇 厲害了 那麼有人就讚揚他 是孤勇者 就說打開了假期避開塞車的新思維 這樣 有人就懷疑他是 他 因為見到那個單車沒有鎖的 即是後面的共享單車有個鎖的 那麼不見了鎖 懷疑他是偷單車拆 啊 值不值得呢 那麼 好恐怖啊 因為這一條路呢 說著由成都去西藏那邊 說著500公里的 落著雪 濕黎黎 那麼踩得呢 那麼好腳骨力 不是吧 真的不真的呢 500多公里 鎖車都鎖10個小時啊 啊 踩車踩兩天啊 你還要不停地踩不停地踩啊 都神經病的啊 那麼當然啦 這些就不知道他啦 那麼有人就說他連背包都沒有 是不是 那麼分分鐘可能做假 不知道真還是假 那麼另外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颱風山台兒 啊 啊在台灣方面的影響啊 想不到這個颱風那麼厲害啊 啊 那麼網上有影片的看到呢 有 哇 有個快遞員工啊 啊 那麼他準備 不知道是不是 都要送付 所以你說呢 在這些惡劣的情況下 還要去工作的人 去服務大眾的人 是要致敬的啊 那麼本來都登錄了的啦 但是說到說 風大雨大啊 在這個台灣 台灣高雄市小港登錄的 這個山台兒 那麼台灣南部的天氣劇變 周圍下大雨呢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 這個 高頭大馬的貨車司機 打算下車送貨呢 他開了側門 啊 那麼開側門的那部雪櫃 尾斗是雪櫃 一開呢 嘶 一陣怪風啊 他抓住門啊 抓不住啊 人出去就不見了啊 哇那麼誇張啊 連人都抓 抓都抓不住就走了 誇張啊 真是恐怖啊 厲害到這樣啊 人都沒有了 又會那麼誇張 其實山台兒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 在台灣南部呢 那個天氣變得很厲害啦 除了剛才說高雄啦 說到有人吹走啦 另外就是這個 出現了水龍卷啦 有人就說 嘩 好像我們香港早前那樣 嘩龍卷風 那麼更加的玻璃槍吹到爛了 嘩龍卷風 好厲害啊 大風大雨啊 所以其實香港今年呢 就是你問我 真真正正是不是真的打了一次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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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那個風很幸運吹不正 如果不是呢 就真是 阿里吉蒂 那個風那麼厲害啊 那麼 希望啦 其實現在都 早晚都清涼的 開始 其實大家有一點點啦 感覺到秋意的來到啦 那麼大家 可能 都不看打風啦 是不是 看涼了一點就最好了 那麼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你們大家 都要關注的就是 深圳 啊 深圳發生什麼事 一周深圳 百二個例 嚴重可以自死的 這樣喔 一個地方緊急提醒 哇 那些標題好厲害啊 什麼事 啊 原來呢 深圳疾控公佈最新數據 深圳新增了一百二十例 更加熱喔 喔喔 又是登革熱 不過現在殺到深圳啊 之前是廣州的啊 那些蚊已經慢慢南移 殺到深圳 很緊要啦 因為遲下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 因為現在港人那麼喜歡北上 整個廣東省已經進入了登革熱流行性季節 深圳一個星期新增一百二十病例 目前廣東省已經進入了登革熱流行季節 疫情傳播呢 風險也都逐漸增高 深圳市的疾控中心監測顯示 就說在今年九月二十三號到二十九號 他們新增了一百二十單病例 比上個星期呢 新增八十七 哇 哇 哇 那真是 嘩嘩正正 那所以大家不算要留意啦 那更加說到 自今年以來 全球登革熱的疫情都比較嚴峻 直至到八月底 已經有八十幾個國家或者地區 報導過超過一千萬 是的 一千萬 的病例 還有六千多的 相關死亡病例 病發數字呢 就是二零二三年同期的三倍 我們也都之前說過廣州廣東那邊都幾誇張 所以 大家想著要北上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啦 做好防蚊措施 尤其是登革熱 就沒有什麼特效藥的 因為被他針到隨時會突然發燒 很累啦 沒有胃口啦 然後頭痛眼痛 周身痛啦 關節痛啦 跟著呢 臉啊 頸啊 胸部呢 就會可能呢 又會 有些紅啦 會不會可白那天啊 很激氣那樣呢 然後他可能中了登革熱 眼膜沖血 可能呢 就真的中了登革熱的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北上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是小朋友 上去買了蟹吃 之類的那些 真的要聽聽啦 好啦 跟著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件事啦 這件事件呢 都有人就說 嘩 不用了嘛 現在搞到這樣 什麼事呢 就說 史丹福 大學 不是你 博士 入職安徽 鄉務公務員 哇 有人又說內卷到這樣啊 現在 史丹福大學 不是你博士喔 回來做是一個公務員 鄉鎮公務員喔 這些都起碼 如果按 我們按常理去想 史丹福 大學 都非常的出名 那麥理博士 不會約得去哪裏 喂 這些都起碼 是不是 副局級呀 還是什麼級數呀 還是怎樣呢 你如果在私人企業那些 是不是應該這些都應該 超級高層呢 起碼 你都不會 不會那麼低做起啦 那 現在竟然發現到呢 他竟然就做這個 公務員 那很多內地網民就說 那 沒得了 現在原來在鄉鎮公務員的最低門檻 是麥理博士 還要是外國 即是海龜派 那你在本地的那些 那麥吉喀都可以了 那這件事件呢 成為內地網民就熱話了 就說了 那其他就不用做了 是不是 其實另一件事 也可以看到現在國內 年青人就業 那個內卷 去到極致了 互相在那裏 大家鬥 是啊 喂 你鬥到這樣 那個時候 好像現在 我們 香港一樣的 那個時候 中學畢業 基本盤 是不是 再久一點之前 小學的 中學已經很厲害了 是不是 甚至乎之後 大學畢業 很誇張的 但現在到處都是 大學 很多人都是大學畢業 然後 又說要碩士 雙碩士 研究生 公讀生 博士生 什麼生 是吧 愛迪生 這樣之類 你都 發現到原來現在 出來請個 保安員 都說原來是 博士物理級別的 分分鐘 他那些沙子 還多過 那張 還多過 你的銀子 那你怎麼搞呢 糟了 會不會覺得 糟了 有人說 沒用的 讀那麼多書 都是要打工 不是這樣的 現在 可能你上司 都沒怎麼讀書 一向都是這樣的 經常都說一句說話 這些 你當好現實殘酷也好 或者不是的 很多高學歷的人 都是幫一些 低學歷的人打工 你想 李嘉誠先生 輝霞 有多少猛將餘魂 個個 一定是飽讀私書 但是 你的學歷 永遠 高於李嘉誠先生 但是他最重要呢 現在這個世界不是跟你說學歷 是說才力 是說實力 是吧 咪咪姐說 說話最近又有牙力 是這樣的 現在的情況 都很強 看到接下來 大家都真的 有人說這樣就不夠了 遲早 你想想 其實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有好有不好 那 你本來20多歲 有些時候 10多歲已經出來 我們再早點說了幾歲 看到這些人 出來幫補加計 你看到 就是叫做 出來跳出來 在社會謀生的 年齡層 越來越 不是年輕化 年長化 因為大家要多讀幾年書 開始大學的 然後又說要多讀 專攻多個學位 學士 博士 碩士 研究生 讀 讀到三十歲 都沒有工作經驗 那時候 你三十歲 不要說 十年前 其實你做十幾二十年前 三十歲 很多都已經可能 做了十幾年 有些已經 十幾歲已經開始出來 做事 十幾十八九歲 已經出來做了 有些二十歲 做了八年 已經很有社會經驗 現在 原來有些三十歲 那些 還是很年輕 很green 整個社會 環境 其實會不會變成 縮短了人 那個工作年齡 但不會 現在說到要拉長 退休年齡 所以 有人說 那我寧願讀少幾年書 早點退休 這些看你自己 有沒有辦法 好啦 講完這些之後 我們就看看可白 精彩了 日前 他已經說了一次 的了 又說 河馬把口 就親自承認 那後來 可白就忽離牆 突然之間 走了 對了 嘩 又心口痛 又性 臉紅耳赤 很多網民都關心 可白是不是就 快點啦 那不知 在昨天的 他們的第一場 直播 可白又正常回 他可能昨晚 前晚 前晚那個 可白的軟件 壞壞壞壞 然後呢 不說了 心 不開心 然後走 去了 只有 航馬自己撐著 是不是 又會這樣的 好啦 第二天 又正常出來 啊 怎麽不知呢 他又說一些 驚人言論 驚什麼人言論呢 我們當然要 放給大家聽一下 是不是 不是 先聽一下 幫個兵很簡單嗎 好 那你呢 是有一個幫的 那幫快賊 又搞你呀 又說是 什麼副警呀 說你什麼 不說得 當個兵 他五家人都不說得 都犯不犯你 不犯了 他不光明他休啊 所以那些人呢 光明的 就是吃20k的 20k的 你呢 哇 20k啊你 這樣啊 咦 哈伯家又開始有些看電影了 是不是 他們兩個 兩個 真的是 乎英哥說 吃屎啦你 這樣啊 是不是 吃屎啦你 這樣啊 喂 光榮退休啊 你 光榮退休 等等等等 你說什麼啊 什麼光榮退休啊 你什麼了啊 退伍就退伍 是不是 那麼 你那時候當什麼兵先 我說可伯 這個 你當什麼兵先 你首先 這個啦 他在內地 就說自己是軍人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軍人 這個很重要 因為呢其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87 72條規定 冒充軍人招搖撞騙 這個是 是有罪的 冒充軍人招搖撞騙是罪來的 這個是 有問題的 不是 不是開玩笑的 那麼具體的行為就是 可伯 你說在哪裡當兵 你當什麼兵 是不是 我都說你是不是當炮兵 是不是 你做炮友 你就打算自己是團長 你說清楚一點 你是第幾 第幾團 第幾中隊 還是什麼呢 你說清楚 你是不是 真的是兵 還是你說不是 你 受罪如雀兵 你說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剛才說得很清楚 再播一次給大家聽 又說我生安法做 那 當個兵很簡單 好 那些法事 又搞你 又說是 什麼武警 說你什麼 不說得 當兵 他五家人都不說得 都犯法 你 不夠法事 所以那些人 那些人 真的吃 贏了 贏了 不要緊要 什麼 犯法 你無應就犯法 國有國法家 有瓜規 我告訴你 你真是 你以為真是口口大隻港 沒問題 你這個軍人又怎樣 你退了啦 之前啦 是不是 我告訴你馬王 你退了役的啦 沒用的啦 是不是 那些是已過去的 是不是 不要整天在夢想打飛機 你自己是誰誰 如何如何 大雪菠蘿 我告訴你 你一個打九個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就不是 是不是 你不要整天 想當年 白頭公你說當年 想著自己的位水屎 我告訴你 你那時候有多威風 現在你哭尿都要蹲啦 是不是 說話 那麼 問題在這裏 為什麼會犯罪呢 剛才我說過 因為國家有這條刑法 冒充軍人招搖撞騙罪 那裏面 有什麼構成呢 因為 本罪是 說到這件事 客觀方面 就是為了實施冒充軍人 招搖撞騙的行為 所謂的招搖撞騙 假軍人名義進行 炫耀 那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是嗎 實施那些欺騙活動 哇 這兩個之前 哇 又敢敢敢 如何如何 當然還有一些具體表現 這個是其中一環 有些 之前抓過的 內地有些媒體都報導過 央視那些 有些假務高級軍官 去公安局說要拿人 後來原來就是整班詐騙犯 有些是用假的 這個軍人證 是不是 這個本罪的主體 就是一本主體 任何年本16歲 具備刑事能力責任的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 這些資料 我在哪裏呢 就是百度本科找到出來的 這個罪的主觀 是故意 具且有謀取 非法利益目的 所謂的非法利益 包括 包括金錢財物等 物質利益 亦都包括 榮譽對待 異性 性愛等 這些非法 物質利益 喂 他會不會跟 河馬說完之後 跟著握蝦條 喂 這樣也犯了法 喂 我不知道啊 這些東西 你們兩個 藏在床下底 我又不是聽床師 你們咿咿咿咿咿的時候 我沒有了解到 一會兒可能 你看好威猛 我以前是軍人 你是不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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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心想 是吧 左青龍 右白虎 兩偶在腰巾 是吧 接著說這些 於神失焚 於佛失焚 說自己是軍人 唉 真是 不懂得說 炮灰有你做 炮兵 真是 剛才說 炮兵 這件事 這件事 亦都是 亦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當然 所以 根據 國防法第25條規定 國家禁止任何組織 或者國人非法建立武裝組織 禁止非法武裝活動 禁止冒充現役軍人 或者武裝力量 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還有很多東西 軍人身份 作為一些欺詐 行為 其實這些都是不行的 沒錯 所以都是招搖撞騙 他想告訴大家 你是軍人 又怎樣 是吧 是呀 剛才他說得對的 很多人都做過軍人 那又如何呢 你說出來做什麼 好英勇 你想說你是為了誰付出了什麼呢 所以 說清楚就好 不要說到到喉不到肺 這些 你什麼都假裝了 魚毛蝦蟹 所以 都幾嚴重的 不要緊 我覺得那一句 就讓你說一下 那麼威風 威威吃雞 儘管 看看他們有沒有手未跟 難怪的 認屎認屁 真的 也是的 是的 他在深圳 還是維州 整個隔不止 認屎認屁 又說自己 經常有很多 什麼 公安局 還是什麼 派出所的人 跟他很friend 他們都吹嘴 騙人 說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也看看這宗新聞 就說雲南 有位男子 不信 說自己煮中藥 誰不知 中毒三次 搶救三次 他真是 嚴盧王也不收 不是吧 他真是幸運 你真是 這樣也可以 吃了這些自行搞的中藥 全身麻木 無力又吐 被家人送到醫院搶狗 才救出鬼門關 真是 一次好彩 想不到 三次都是這樣 他死心不息 他覺得自己 不知道是神龍事 什麼 就說 同樣地犯同一個錯 結果又中毒 心律失常 等等 立即快送到急症室 要經過多名專科醫生 聯合會診 搶救他 才救回他一命 他這個不懂得死的男子 就說他自己吃了很多年 過去中毒以為喝了酒才有中毒反應 於是 想想這次不喝酒又中毒了 唉 真是 這些 是啊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嚴羅王都不收你 你就應該自己檢討一下 是啊 檢討一下 不要再做這些事啦 你真是人是很有趣的 沒有理由的 不信者 別人說到 吃完了 就吃了頭 硬債體 為什麼要越吃越煤呢 你這個人沒辦法 你這樣不行 是不是人家困你買這些東西 唉 好心 所以 大家都是啦 不要亂吃這些東西 亦都不要道聽途說 所謂的坊間 秘方 個個都說自己秘方 吃完之後 就出事了 不方不秘方 好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